海外市场大 但是要取得成功 产品定位很重要 本地家拥有40多年历史的家具公司 在第三代加入设计新品牌的时候 就以中等收入消费者为主 并打入欧美市场 不过在2008年 全球金融海啸 导致它在美国的订单大幅度减少 为了找出路 公司展开转型 并转向开拓中国市场 公司是如何逐渐打开 知名度做出好业绩 这里的家具各有风格 但是设计都很抢眼 它是我们的第一个系列 我们利用美国百项目 黑铁跟黑皮 集合在一起 属于工业风格 比较适合喜欢出矿设计的顾客 这个家具品牌在2011年开创 有许祝贤 许祝联兄弟和表哥 延续文管理 成立以来 以中等收入消费者为对象 靠设计和品牌经营 五年内 营业额增长35% 去年达到1000万新元 三名创办人 其实都是家具制造公司的第三代 他们经历了公司在2008年金融风暴 面临转型的困境 那时候经济危机嘛 我们最大的生意是美国跟欧洲 在那时美国的环境不好 也没有太多订单 所以在那时候就是想要为公司转型 看可以不可以大出生产 试试看来做零售 然后我们三兄弟刚好一个做设计的 一个是做finance 我是做业务跟销售的 所以刚刚好我们三个的强点就在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三个放在一起就刚刚好可以做一个生意的模式嘛 三个表兄弟当中 严旭文是最早加入母公司的 他现在是新家具品牌的营销主管 严旭文是在为自己家装修的时候看到的商机 给我们这些一般的消费者 要买一些比较有设计感的家具 是非常困难的 到外国品牌去买就超贵 很多人就买不起 或者就去那些大卖场买 又超便宜又太丑了 所以这个middle segment 就是我们要专供的这个市场 这里是品牌当年开设的第一间店 在母公司厂房的供货支持下 品牌不需要太多资本就能够起步 短短三四个月 15到20万元的投资就回本了 在2011年新加坡市场很不好的时候 我们开始了 资金也有限 所以我们就找最便宜的地方 第二就是我们筛选的产品 都是我们母公司生产出来的 所以我们不用订大量 我们就拿个五套十套就摆了就卖 这样子就减少我们的那个投资嘛 然后在那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导购 一个销售员 一个sales 然后就我跟我的表弟就 轮流去看店 所以就从那边开始做起了 一开始 营业表现就超出预期 这让他们有信心继续进军海外市场 于是就在海外招品牌加盟商 跨出这一步的确是很难 很辛苦 就拿着手册 拿着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品牌到处跑 去了菲律宾 去到台湾 去印尼 人家就看 这个是什么品牌 新加坡品牌吗 我都没听过 你要我带领你的品牌 又要我给你加盟费 他们都觉得很难 反而到问我 我要带领你的品牌 你应该付我一点钱 开始你的品牌 碰了钉子 还好很快的母公司的中国子公司 主动要求负责品牌 在中国的加盟业务 这开启了海外业务 也减低了品牌 进入不熟悉市场的风险 毕竟在中国虽然都是华人 可是文化概念 生活方式 还有他们买东西的习惯 跟新加坡人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不要自己去做直营店 第一投资大 第二我们不认识环境 在中国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他们要的东西都不一样 所以到一线城市 他们就说 你的产品尺寸很好 很适合我们的高楼 住宅很好 可是你到了二线三线城市 他们就讲 你的家具太小了 我们的公寓很大 所以餐桌一米四的太小 我们要两米二 目前公司主要的市场 是在中国 有36间加盟店 占品牌营业额的50% 品牌也打进了 马来西亚 澳大利亚和菲律宾 在进军任何市场之前 公司还是会做足功课的 第一个就是文化 看有没有区别 还有那个城市里面 开发的如何 因为现在很多都是 urban living 都是到市区去住 然后市区的房子 都稍微比较小一点 对 所以那个就是我们的市场 第二就是要看他们 对设计方面 是有怎么样子的概念 要是太传统的那种市场 我们是不想去的 虽然如此 新加坡还是品牌 所有产品和概念的孕育地 公司积极开发新科技 成为新加坡第一家 利用虚拟实境技术的家具公司 自从我们把BR放在我们的店里 我们的销售数量 已增加10到15% 最重要的是 购买家具的过程中 我们顾客做决定的时间变长 也让我们顾客 更有信心买我们的家具 接下来 品牌会继续把注意力 放在东南亚国家 目标是在三年内 在中国达到100间加盟店 马来西亚15间 并且开启台湾市场 可见 新一代发挥各自的优势 并根据海外消费者的喜好 改良产品 才能够立足当地市场 接下来留意 未来一个星期的财经动向 在这个星期五 我国将发布7月份的工业产值 根据彭博社的调查 同6月份相比 估计7月份工业产值 将滑落0.5个百分点 原因是全球贸易前景不太明朗 今天的节目就来到这里 我们的节目将在下个星期三 也就是8月30号暂停一期 我们9月6号再见 我是董苏华 广安 谢谢 有的 ục 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